民数记第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 你点灯的时候 七盏灯都要照向灯台的前面 亚伦就这样行了 他把灯台上的灯都点着了 使光照向灯台的前面 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这灯台的做法是这样 是用金子锤出来的 从座到花都是锤出来的 摩西制造灯台 是照着耶和华指示的样式做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间 选出立位人洁净他们 你洁净他们当这样行 要把除醉水洒在他们身上 又叫他们用剃刀剃全身 把衣服洗净 洁净自己 然后叫他们取一头公牛毒 和铜线的素剂 就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你要另取一头公牛毒 做赎罪剂 你要把立位人带到会幕前面 又要召集以色列的全体会众 你要把立位人带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身上 亚伦要把立位人献在耶和华面前 做以色列人中的摇祭 使他们办理耶和华的事物 立位人要按手在那两头牛的头上 你要把一只做赎罪剂 一只做凡剂献给耶和华 为立位人赎罪 你又要叫立位人站在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面前 把他们做摇祭献给耶和华 这样你要把立位人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 立位人就要归我 以后立位人可以进去办理会幕的事 你要洁净他们 把他们做摇祭献上 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中完全献给我的 我选出了他们归我 是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 因为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 连人代处都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所有投生的那一天 就把他们分别为圣归我了 我选出了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 我从以色列人中把立位人赐给亚伦和他的重子 在会幕里办理以色列人的事物 又为以色列人赎罪 免得他们走进圣所的时候就有灾祸临到他们 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全体会众 就向立位人这样行了 耶和华指着立位人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都照样向他们行了 于是立位人竭尽了自己 把衣服洗净 亚伦把他们做摇祭陷在耶和华面前 亚伦又为他们赎罪竭尽他们 然后立位人才进去 在亚伦和他的重子面前 在会幕里办理他们的事物 耶和华指着立位人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关于立位人的职责是这样 从25岁以上的 要进来办理会幕里的事物 到了50岁就要停止办理事物 不再办事 只要在会幕里帮助自己的兄弟 尽忠职守 事物却不必办理了 关于立位人的职守 你要这样向他们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